行政院现在公告 立法院在去年5月通过 国家安全法修法 增订经济间谍罪 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之 域外使用罪 即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经济间谍最终可以关12年 那这个里面会牵涉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高科技 就是半导体 可是是在之前去年5月 就通过的这个修法 怎么会说现在才要这个实施 那现在要实施 而且还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经济间谍最终关12年 这是什么用意 我这个牵涉到国家核心关键技术 因为这个不会写在法里面 而是由经济部动态公布 比如说现在我认为 核心关键技术是哪些 AI 不知道 它会列一个清单 所以最近听说 美国商务部要来逐科 对 前几天的报道 对 那据了解是 这是他们美国列清单 据了解有四家公司被钉上 这样 所以它可能要从实际的状况 然后再来列 到底哪一些要算是 必须要保护的营业秘密 因为台湾有很多的产品 它可能是什么 供应到中国大陆 也不一定是产品 可能是中间 跟中国大陆有合作关系 所以被美国盯上的话 它如果列了一个清单 那民进党政府就是照单全收 不知道 因为这个对台湾有伤害 没错 就是有一些 就是美国有时候就突然 在美国就公布了说 某家公司跟中国在合作什么什么 那往往都是 都是突然之间它就公布 对 然后那家公司如果有上市 股票就大跌 可是并不在台湾的管制范围 就常常这样 知道美国公布的核心技术 也是随时在变动的 对不对 比如说如果是居民合作的都不行 那你怎么知道 中国哪一家企业又被列为居民合作 居民合作的都不行 因为很多东西都居民两用 如果像这种的都被受限的话 那真的实在是很多 生意就都不能做了 比如说大疆你就不能做 对 就是这样 可是我难以想象说 大疆的零组件 台湾通通没碰到 这实在是难以想象 那这个不知道 事实上有一些聪明的政府 就会假装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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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我要怎么执行 那是我的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法律定出来 然后他可能会选 一两个指标案件 然后来吓吓你 可是你说要全面实施 我认为非常难 但这显然就是美国的一个科技战 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战 然后来施压 美国认为最大的漏洞就是台湾 台湾 他不认为韩国没有这种问题 就是台湾 因为两边都讲中文 而且人才大量互相流动 是 所以现在就变成要来卡 卡中国大陆就跟着先来卡台湾了 应该是他卡中国之后 发现中国大陆很多东西 还在发展 所以他就怀疑有人教他 好像常常每一次在重大的选举前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事实上 当然啦 我们要尊重司法的调查 可是怎么就刚好都在这个时机 有周刊报道引用检方的消息说 检方军曾试图用重金1500万美元 引诱退役军官谢信忠孝 驾驶这个战机直升机叛逃 承诺在台海周边24海里处以航舰来接应 国防部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说有接到内部的检举 共同实施反情报调查 全案以延采管控措施降低损害 而事实上呢 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以及高检署 今年7月底破获近年来这最大的共谍案 还说是有被大陆吸收来传递 极机密的情资 我看那个民进党就有立委 甚至还在讲说 这里面你看他那个调查的内容 说非常有戏剧性 好像是在看什么剧本还是小说一样 这个里面呢 谈到让你就觉得说 好多好多的一些内部的情节 涉及到非常重要的机密 真的是这样吗 韩冰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这个是7月底就已经破获了案子 那为什么到现在媒体突然之间会接到这个消息 然后把这些真相公布出来 这个就很奇怪 时机的问题 对是刻意拖到这个时候公布吗 那这个时机的考量点到底是什么 然后公布之前完全没有坑过半生 然后现在媒体一爆了 他就说确实有这回事 可是对细节有证实吗 其实也没有 因为这整个细节讲得非常非常神 而且讲得非常严重 因为他包括我们的固安专案 然后这些军事机密会议 内部所有的档案全部都知道 而且不是一个地方 是航特部跟那个花莲那边 全部都有事 这个牵涉范围非常广 到处渗透的意思吗 那就是 到处吸收吗 就是整个军方都被渗透了吗 然后相关的机密文件 都被人家窃取光光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非常严重的国安危机 那你们采取了哪一些措施 怎么都没有跟立法院 相关做汇报 都不需要让民意代表了解 这些东西吗 然后更奇怪就是 他讲得非常神是说 让他要这个 这个忠孝呢 要驾驶CH-47 然后飞到24海里处 然后就直接降落在山东舰上 然后就叛逃成功 然后给他1500万美金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 非常不可思议你知道 因为在正常的状况下 假设这一个人 给我提供这么有用的情报 那我当然希望这个人 继续留在这里啊 我为什么要叫他跑过来 跑过来干嘛 对不对不是吗 他跑过来我以后情报 就没有来源啊 对啊找谁做 对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还采取这么夸张的方式 也就是他不是之前讲过 他们曾经在泰国见面干嘛 如果你真的要让他 就是你怕他身份暴露 然后就要让他出来的话 你直接安排他在国外 直接把他接到 你那边去不就结了吗 为什么要驾驶CH-47 你要知道老共是买过CH-47的 老共有这一架直升机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也没什么机密可以 就这个什么CH-47SD气努克直升机 老共曾经买过了 所以我就觉得 气努克其实也是很老的飞机的 讲实在话 那他是特别要这台飞机吗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而且他说24海里直接航舰来接应 我记得山东舰确实有贴近海峡中线行驶 可是有到进到24海里吗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诡异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 我印象中山东舰就是解放军的航母 从来没有接近到24海里这个地方 国防部没听过发布这个消息 至少我没有听过我们国防部讲过 所以这整个到底是真的吗 然后他其实要出去 虽然如果你全速飞行 可能几分钟就可以到24海里 可是问题是他找什么理由借口去 然后这个时间点 刚好可以搭到山东舰跑来这个地方吗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这整个恐怕讯息不是非常完整 我觉得要等军方给真实更进一步的讯息才能够下论断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慢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下来帮助于帮助 那边有个人 一会儿再来帮助